长照2.0试办计划,昨天1号有9个县市率先上路 试办成功之后,明年元旦将会全面上路,落实到各个县市 不过目前还有4500名到1.2万的照顾人力缺口 卫福部明年将会增加1000名一般替代役,分发到长照机构 也在演艺要增加长照替代役,来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 70岁的张奶奶平时白天儿孙都去上班上学 只剩她一个人在家,孤单又寂寞 几个月前她来到新庄区双联社福中心 也就是卫福部推动的A级长照服务机构 现在她每天过得充实又快乐 其实类似这样的长照服务机构 全台共有9个县市参与试办 分成ABC三级服务据点 包括A级社区整合服务中心 B级复合型服务中心 以及C级巷弄长照站 试办期间以培植A、扩充B、广布C为原则 资源丰富的地区试办ABC模式 资源不足的地区则是试办BC模式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则是认为 台湾的长照到底是社会保险 还是社会福利 应该要讲清楚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社会保险的话就没有保那么多 社会福利的话保费没有那么低 所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们的长照2.0是用税收制 那是它是一个整合型 就是整个我们的社府 跟我们的医疗整合在一起 那做这个连续性的服务 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使用者 还是要做一部分的负担 这样 卫福部强调一定会提高 照服员的薪资 吸引年轻人投入长照事业 至于人力缺口 除了明年已经确定增加 1000名一般替代疫 分发到长照机构之外 近期也研议增加长照替代疫 希望多管齐下 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 记者赞后报道